這就是我離開國民黨的原因 我當主委的時候 我建議一件事 那個地方議員 沒有什麼現任優先 全部下去普選 你知道嗎 我被所有議員聯名叫我滾蛋 你知道嗎 國民黨真的要改革 朱立倫聽到沒有 我跟你建議的 我在改革委員會說的 真的是事實 所有沒有現任優先 全部去選 國民黨這一次有現任優先嗎 當然啊 他們都是現任優先 一直都是 可是我們這次的年輕人 推出來的比例 就跟你講家族政治 黃建豪啊 許曉星 羅提文這些都還好 許曉星那個逗得多難看 你不要讓許曉星這種戲重演 許曉星沒有錯 是制度錯了 我一直在講 許曉星沒有錯 年輕人本來就想出頭 制度錯 你要開放一個 沒有現任優先的國民黨 謝沛芬他們沒有啊 他們全部都是自己去選 所以為什麼 民進黨的議員 換選得這麼快 你知道我在桃園待30年 民進黨桃園區的議員換三輪 國民黨40年還是他 哇賽 十連罷 十連罷 我是說實話啊 十連罷 這國民黨害死國民黨自己啊 保障了老人 那年輕人怎麼會到國民黨來 心血打不進去 我在當主委的時候 我就提出我說 沒有現任優先 全部開放 你那個議員 你在地方經營了40年 你選不過林涛這種年輕人嗎 你就開放讓他選嘛 不要聯名叫我滾 所以我覺得林涛講的是我心裡的話 如果國民黨早這樣子講的話 早這樣做年輕人早就來了啦 所以我覺得2026是國民黨 會不會被民眾黨吃掉的關鍵 因為民眾黨這一次的選舉 在總統部分重傷了國民黨 如果總統侯友宜跟柯文哲 或柯文哲跟侯友宜去核 結果不是這樣 可是呢 所有國民黨的地方立委 區域立委全部賺到 全部賺到 我直接分析給你 桃園為什麼國民黨選得這麼好 民進黨選這麼爛 桃園 賴清德拿35%的票 柯文哲拿30% 然後侯友宜拿34% 所以說總統他輸嘛 賴清德贏了 可是地方的立委呢 是兩個打一個 兩個30%打一個30%的 你怎麼玩嘛 你怎麼玩嘛 可是這一次地方區立委獲利 全贏 全簽 民進黨在桃園全部沒了 可是我告訴你 2026年 民眾黨只要推出遍地開花的年輕人的議員 國民黨的議員就完蛋了 我跟你講 沒錯 這就是之前一直在告訴國民黨說 藍白河到最後 藍就會輸血給白 因為他會吃掉你 白就會長大 他會吃掉你 那當然民進黨也有被吃掉 對 所以我說你就會讓各個地方的議會 變成三個黨團鼎立 你知道嗎 對 民眾黨長大了 2028年為什麼阿伯說他要再選一次 對 他有根基了嘛 他有組織了嘛 然後我覺得國民黨死不性邪你知道嗎 現在在立法院還在那邊 哇跟白喊話 你們輸給人家的血還不夠嗎 輸到你們都這樣啊啊啊 躺在家務病房了 國民黨52席會去爬8席 不要理他了 還要被人家綁架 我覺得瞧不起國民黨啦 林陶有志氣啦 國民黨沒志氣啦 對啦 林陶敢去衝國民黨不敢 是嗎